哇哦 真是满眼都是美食啊 今天冯健在临安找到一家绝对土道家的外婆菜馆 约你吃饭了 这家名叫菜园地的餐厅 不仅拥有琳琅满目 价廉物美的菜品 还有一套与众不同的点菜方式哦 快擦擦口水 和冯健一起去谈谈究竟吧 一起吃蛋白鸡 今天我们还是在临安找到了一家很特别的饭店 来 大家看一下 哇 叫做菜园地 家店听着名字就好像里面全是种菜的 然后呢 卖非常的全 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坐我进去赶紧看看吧 哎 您好 您好 欢迎光临 哎 您是这个我想知道一下 咱家是做土菜的对吧 对 做土菜的 那您拿这个是干什么的 这个呢 是我们这个菜园地一个 特色的点菜的一个方式 就是说我们有竹筒 由您拿着 然后自选四点菜 喜欢吃什么呢 就点什么 好 这样 行 那您先忙点吧 然后我这个自己看一下啊 哇 这个菜品真的是好多啊 哇 我先挑一个什么呢 这个吧 菜园地招牌鸡 嗯 这个应该也是蛮不错的 哎 这个也不错 昌华座 哎 没有吃过 哎 您好 哎 您好 那个 我这个是点完菜了对吗 嗯 是 然后我应该这个就给您 好嘞 那我 我点了就可以了 好嘞 那我去找位置了 好 哈喽啊 大家 看今天啊 我们来到这家菜园地呢 这个装修啊 非常的有土家菜的特色 是不是 那看 我今天给大家点了 好多的土菜 看一下刚才我那一个签 一个签抽的 那首先呢 我先来尝尝这道海鲜鱼头 这道菜呢 是他家的招牌菜 之前呢 我们也喝过很多的这个 鱼头汤啊什么的 但是呢 他家这个海鲜鱼头汤呢 跟其他地方不同的是 里面的海鲜的这个料非常的多 像这个蟹呀 虾呀 然后而且啊 它还有鸭肠 一些金箍之类的东西 哇塞 这个汤真的是非常的鲜的啊 这个汤入口的时候呢 感觉咸咸的 然后呢鲜味一下子揉入到舌尖当中 就是感觉浓浓郁郁的 这个鱼呢还是有点来头的 它来自哪呢 阴公山 特点呢就是这个山那儿有一个水库 水库的水特别的清澈 一眼都望在水里 这个鱼呢就是在里面生长 然后滋养了特别的鲜的 而且这个鱼的刺特别少 好那下面我们来盛下一道菜啊 这道菜听说是最费功夫的一道菜 这道菜做的时候啊 要找一个监工 你知道吗 在那个炉子旁边 拿手 咬啊咬 看啊看 焦啊焦 三个小时不能动 当然了没那么夸张啊 而且呢这个鸡不单单是一只鸡 它还有一只前猪手 为了呀前猪手的胶原蛋白和胶质 完美的融合 炖的也是非常的烂啊 灯光一绕 全都是亮晶晶的颜色 很紧实 非常的入味 里面呢我吃出了有黄酒 还有一些这个调料 像酱油哇一些这样的味道 我们别老说 冯健啊 你来补充补充你那焦原蛋白了 我说 不够帅吗 然后他们说 你看你一笑成一脸褶子 我说开什么玩笑 怎么还有呢 好我们来尝尝下一道菜 我其实一直对这道菜特别的好奇 这道菜清汤刮水 一点都不像我们土家菜做菜的风格 表面是一看 汤是清澈的 都能看到底 虾啊还有这个蘑菇啊 顶上还有几段葱 最主要的是里面有一大坨丸子 这是什么东西呢 这道菜叫做鸽鲜豆腐丸子 那么真相只有一个 它是一个豆腐果 太聪明了 果然聪明如我 但是啊 这个豆腐丸子不单单是豆腐丸 它里面啊 还有这个 姜末 还有肉末 就是沾一下它这个汤 咸咸香香 然后非常的鲜嫩 哇 这道菜的名字呢 非常的有意思 叫昌华果 哪个果呢 没错 就是水果的果 在我们的林安 还有另外一种叫法 叫做红薯粉 是我们这个 林安的这个农家 经常会去做的一个东西 然后呢 我们厨师呢 他们就到这个 呃 农家呢 把这个红薯粉收购回来 泡 泡完了以后 蒸出来一大坨的红薯粉 弄色了以后啊 再去用油烹饰 它会用索膠来进行调配 让这道菜呢 油而不腻 还很有嚼劲 嗯 它可以 黏黏糯 就像鲜嫩 秀秀坦坦 好看一个调皮的小块蛋 好了 那接下来呢 这道菜名字叫做 咸蹄白瓜 锅仔 这道菜呢 就是一个干锅的 这么一个形式嘛 整个的卖像呢 是一只猪蹄在里 很多的资料里面畅语啊 哈哈 肉口的感觉 有一点油油的 然后呢 它有辣椒的味道 先包裹在猪蹄的味道上 里面呢 有豆干 还有这个白瓜 不必注意 就是白色的黄瓜 很嫩 很滑 炖了很长时间以后呢 还是会有那种 黄瓜的清香味 也算是在这道菜里面的 一个综合物吧 哎呀 很多人呢 都问我撩没了技巧 这你就问罪人了 很多人呢还跟我说 这个看电影啊 那去电影院一定要挑 鬼偏 鬼不偏 然后呢 跟你在一起 那女生才会啊啊啊啊啊啊 然后头还送爆 耶哈哈 帮你一次 也不一定哦 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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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种 自己吓自己的 耶哈哈哈哈 呦 第二种 乱喊乱叫的 啊啊啊啊 第三种 装淡定 实际上又超怕的 呦 什么好怕的呀 《 compared向寞》 第四种 不敢看的 第五种 喋喋不休的 第六种 蒙头的 第七种 狂野的 今天的灵安土菜 食材新鲜 色香味俱全 是不是吃得非常过瘾呢 明天啊 冯剑要带你去到 一山傍水的甲鱼山庄 还要传授反表白秘籍 想知道更多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一起吃饭吧